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4月10日 星期日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呢 让大家比较震惊的一个消息 真的是非常的出乎意料 这段时间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这个军事行动呢 实际上让美国啊 以及欧洲 主要是美国吧 欧洲呢 其实不足一句 主要就是美国 美国呢 其实它非常的害怕 它很害怕俄罗斯 它害怕到什么程度 对吧 它根本它就不敢在乌克兰参战 而且呢 它都不敢让俄罗斯误会它 就是它那个民兵导弹的试射 它都取消了 那是早就计划好的 然后它都取消了 它就是很害怕 它就害怕俄罗斯误会 而把战火引到自己的身上 那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说哈 就是美国其实最害怕的还不是俄罗斯 它最害怕的是中国呀 中国有一点小小的风吹草动呢 它就会非常的害怕 比如说呢 今天美国之音就做了这么一个报道 美国之音就说 有六架中国解放军空军运20 喷气运输机现身欧洲 星期六 就是昨天的一个报道 也就是说这个美国之音呢 它这个消息来源呀 是一个叫巴基斯坦防务的网站 而这个巴基斯坦防务这个网站呢 它这个报道是来源于美国的drive网站 好 这个报道怎么说的呢 这报道是说 星期五的夜间 有六架中国空军的运20喷气运输机 途经土耳其空域向西飞向了塞尔维亚 报道说呢 公开来源的飞行器追踪组织 Evergreen Intel 最先在伊斯坦布尔一北 发现了这批中国空军大型的运输机 有飞行器追踪的这个组织 他们发现的 然后呢 是美国的网站The Drive 他们就在星期六报道了这事 然后呢 引起来美国之音注意的 是巴基斯坦防务这个网站 好 这个美国之音接着说 说这些中国空军运输机 后来被发现降落在 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 就是这些飞机啊 在空中飞啊 他们出现在任何的地方 是能够被追踪到的 那这个追踪飞行器的这个组织呢 最先是在伊斯坦布尔那个地方 就发现了 有这么一批 中国的空军大型运输机 完了以后呢 又发现 他们就降落在了 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 这就是塞尔维亚的机场啊 美国之音说 有报道说 那些运输机向塞尔维亚运送的 是中国制造的FK-3地对空导弹 说这个FK-3是中国红旗22地对空导弹的出口型号 在中国国内呢 就叫红旗22 出口呢 就叫FK-3 美国华盛顿邮报啊 之前曾经报道过 说美国政府在2020年的时候呢 就购买这些防空导弹 就向贝尔格莱德发出过警告 就在2020年的时候呢 这贝尔格莱德就想买这批防空导弹 然后美国就对这个贝尔格莱德呢 发出警告 美国也太霸道了吧 凭什么你可以买世界 卖武器 中国就不可以呢 对不对 说之前的时候呢 这事啊 就已经引起来了一波讨论 就是在讨论就是说呢 塞尔维亚 哎 为什么不去购买 俄罗斯的那个S-300呢 2020年的时候呢 S-300那会儿还比较受欢迎 很多国家都买那个S-300 为什么他不买这个S-300 而是买中国的红旗22呢 也就是FK-3呢 说当时有人猜测说 塞尔维亚可能是觉得 中国的这个导弹系统呢 比较便宜 好 现在呢 中国的这六架运输机呢 现在长途跋涉 到了塞尔维亚 就是为了给他运 他订的这一批防空导弹的这个货 红旗22或者叫FK-3 那这件事情啊 说实在的 你藏着阴着呢 可能也藏不了阴不了 因为你搭着老远的 你得运过去啊 对不对 那这件事情呢 中国的媒体环球时报 在星期天的时候呢 也报道了这件事 环球时报呢 就转述了来自西方媒体的 关于上述的这六架 中国军机出现在欧洲的消息 并且说呢 环球时报说啊 有观察家 星期一天说 这可能是中国研发的 大型运输机 史无前列的 最大规模的一个海外行动 展示了中国的战略运输能力 环球时报说 中国官方还没有宣布 这次运输行动 但是呢 据报获悉那些运20喷气运输机 确实是进行了这样的一次飞行 就是环球时报呢 能够确认 确确实实 有这些运20的喷气运输机 进行了这样的一次飞行 环球时报还说呢 中国先前的时候 也动用过这个运20 在欧洲也进行了几次任务 比如说2020年6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用一架运20 运送了105名的解放军的 仪仗队成员 参加在莫斯科进行的 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的 这个阅兵式 运了105名的解放军仪仗队员 然后呢 环球时报还援引了 中国政府的一个军事专家 他叫宋忠平 用他的话说呢 就是说这一次呢 和以往不同 以往呢 就是只是飞俄罗斯而已 而这一次的这个飞行呢 要跨越好几个国家 才能到塞尔维亚呢 这个军机啊 它跨越好几个国家 它沿途都要和这些国家 进行协商的 所以呢 这一次就很不一样 现在呢 有很多的媒体来报道这件事 说白了 中国是有这个心理准备 这件事呢 一定会被媒体报道 甚至呢 被很多的媒体大肆的报道 比如说今天美国之音 他就报道了这件事 之后呢 一定会有很多的媒体来转载 那我看到台湾就有一些媒体就在转载 台湾他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肯定是非常害怕 对吧 台湾只要是看到解放军的这个动作 就会非常害怕 尤其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这个军事行动之前 台湾方面呢 是瑟瑟发抖的 那前两天说那老妖婆要到台湾来访问 对吧 台湾方面就捂着盖着 保密的工作做的是相当的严实啊 这个消息呢 就不泄露出去 结果呢 到最后还是泄露出去 本来他是应该今天到台湾的 对吧 但是前两天这事就暴露了 而且呢 美国还提出来说那老妖婆 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当时就有很多人提出来说 感染新冠病毒呢 恐怕是一个撒谎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星期四的早晨 说是呢 他感染了新冠病毒取消了行程 但是呢 又说是他头天晚上 去参加晚宴的时候感染的 可是呢 好像据我们的诚实性和我们的观察 好像这个新冠病毒啊 你没有那么快反应出来 不会说你头天晚上去参加晚宴 第二天大清早就阳性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防疫工作啊 会更容易一些 这个防疫工作不容易呢 就是因为他有潜伏期 他潜伏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当我们知道以后呢 这个人有可能是已经接触了不牢少的人了 所以就说呢 像老妖婆他这个感染呢 有可能就是一个撒谎骗人的 在结合之前 美国就骗过人 那回那个布林肯 到东盟去访问 对不对 刚去了一下马来西亚 完了以后要去泰国的时候 人家泰国不让他去 那泰国不让他去啊 然后你如何向外界来交代呀 他只能是找一个接口 现在来说呢 就说是确诊了新冠的 这个是最容易的一个接口 对吧 那一回呢 他就是说 他们团队里面 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所以呢 去泰国就取消了 当时呢 就有很多人就是说 你那个人他感染了 你就让他隔离呗 对吧 你布林肯该访问 还耽误你访问吗 这次这个老妖婆 我说老妖婆 他这个本名是 佩洛西 佩洛西 佩洛西呢 他这次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就给他指出来 说你国会这些人 对吧 你要是确诊了 然后你就别去了吗 那其他的人 怎么也不去了呢 现在呢 我们就等着看 我们看佩洛西 到最后还去不去台湾 如果他到最后不去台湾呢 他这个就是一个假的借口 为什么说他很有可能 这不是一个真的理由呢 就是因为啊 这段时间以来 拜登呢 和习近平通话呀 还有私下的一些接触啊 就是拜登政府啊 和中国政府接触啊 一而再再而塞的表示说呢 我们是尊重这一个中国的原则 他们的原则呢 是不去刺激中国政府啊 但是佩洛西这种刺激 在这个结果眼上 你刺激中国政府 对不对 中国政府如果跟俄罗斯似的 马上就发动了武装统一台湾 美国能够应付得了吗 他应付不了啊 所以也有可能是呢 拜登发现这个佩洛西一行 要去台湾 因为他毕竟是县改的嘛 他本来没有说去台湾 他本来就是去日本去韩国 然后说把韩国呢 取消了去台湾 那拜登知道这事以后呢 很有可能就给他叫停了 叫停他不能直接这样说 然后呢 就是说他们是感染了病毒 正好是头天晚上参加了那个dinner 然后第二天呢 就说感染了病毒 现在他们还在继续圆这个谎呢 说是那个dinner完了以后呢 不光是佩洛西 还有其他的好多人 陆陆续续的现在说是 他们民主党呢 很多人都感染了确诊了 总之呢 一句话 现在美国呢 非常害怕中国 采取军事行动 任何的风吹草动呢 都怕的不得了 现在呢 就是中国这六架解放军 空军运20 现身欧洲的这件事情呢 给他们吓得够呛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吴